这位老人堪称日本最惨父亲 在91岁的高龄却还要照顾63岁的儿子和55岁的女儿 儿子沉迷赌博心安理得的肯老 女儿更甚 已经在家里肯老35年 没有赚过一分钱 在日本 像这样的群体被称为折居族 他们不工作不社交 有着健全的身躯却心安理得的肯老 几十年来族不出户 拒绝与任何人接触 每天的生活就在打游戏 刷视频 甚至赌博中度过 55岁的静子就是折居族的一员 35年来 他的生活起居全都由91岁的父亲照顾 年轻时的静子不善与人交流 18岁时 外出打了两年零工 因为对人与社会感到恐惧 于是逃回了家里 从此闭门不出 父亲虽然很希望他能外出工作 但却从未这么责骂过女儿 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照顾他的生活 当91岁的父亲勾搂着身子 艰难的拖地时 静子却无动于衷 只会着玩手机 明明自己都养不活了 他还养着一只天竹鼠 就连喂鼠的草都是年迈的父亲 去离家十分钟的地方割来的 自从16年前 患有老年痴呆的妻子离世后 老父亲每月18万日元的养老金 就成了这个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 这些钱本来也足够生活 但是雪上加霜的是 63岁的长子也放弃了工作 心安理得地恳起了老 他每月要花4万日元在赌博上 再花2万日元抽烟 一家三口住在这间 月租金2.4万日元的房子里 在算上杂七杂八的生活开支 每月几乎没有任何节余 为了合理使用这为数不多的退休金 父亲规定 四天洗一次衣服 两天洗一次澡 将每一笔消费都清楚地记在账本里 但生活还是艰难无比 面对这一对卧龙凤厨 父亲在五年前 甚至绝望到想自杀 刀刃都已经滴在肚子上了 却因为担心他俩无法生还而放弃 他自嘲道 唯一值得慰藉的家里还有一个正常的二儿子 他老老实实地工作 经常带着食物与新衣服来家里看望 令人遗憾的是 被这一对子女啃劳几十年后 这位父亲在91岁时因为脑癌去世 父亲去世后 沉迷赌博的长子 甚至都没有参加他的葬礼 在接受采访时 也躲在室内空洞地说着对不起 镜子则在二哥的帮助下 申领到了每月13万日元的低保 为了防止这笔钱 被大哥侵吞用于赌博 他被二哥接到了名古屋一起生活 但没有了父亲无微不至的照料 镜子感到很不适应 甚至连自己的健康保险证 放在哪都不知道 在四处搜寻的时候 他发现了父亲的遗书 上面写道 受到你们多年照顾 谢谢了 最后再麻烦一件事 无论如何请原谅我 葬礼一切从前 儿子和女儿 一个人过不下去 就互相照顾着活下去吧 没想到 这位被啃老一辈子的老人 临死还在给子女道歉 看完遗书后 镜子沉默许久 最终泪如雨下 长子独自一人 留在老屋中生活 如今他只有一个念头 早点死去陪伴父亲 根据日本政府的保守估计 如今日本的折居族 已经超过了一百万人 或许是家丑不可外扬 或许是不愿触碰心底的伤疤 大多数折居族的父母 并不愿向外界提起自己的子女 在日本东北的农村地区 25岁的万莎 与母亲居住在一起 她也是一名折居族 已经辍学数年 从未参加工作 每天通过织毛衣 来消磨漫长的时光 根据母亲公子的回忆 万莎的折居生涯 开始于青春起 突然有一天 她开始变得沉默寡言 不吃不喝 不想洗澡 也不愿意踏出卧室 而造成她改变的 则是母亲严格的教育方式 母亲望子成龙 给了儿子过多的压力 总是从早到晚唠叨个不停 希望她能够考上一个好高中 进入一家好公司 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但最终却适得其反 儿子成了她眼中 对社会没用的折居族 万莎的自甘堕落 让母亲很难接受 在尝试改变儿子却无果后 这位母亲甚至兴起过 一个疯狂的念头 先杀了儿子 然后再自杀 万莎的哥哥也一直觉得 弟弟是个异类 曾经对他破口大骂 让他去死 他甚至还亲口问过母亲 是否需要由自己带牢 将弟弟杀死 家庭的分崩离析 让公子痛定刺痛 这时他才意识到 原来真正需要改变的人 是自己 从此他转变了教育方式 不再将自己的想法 强加给孩子 作为一名电台主持人 他还在自己的节目里 为其他折居族的父母 提供建议与帮助 呼吁社会 给予折居族更多的关注 打破人们 对折居族的负面影响 政府也曾邀请他建言宪策 帮助解决这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对于母亲现在做的这些工作 万莎也感到自豪 他说 这能让更多人 改变对折居族的看法 这个男人比万莎的情况更严重 他叫山下 今年55岁 与89岁的母亲 一起生活在东京的郊区 几十年来 这间十平米的小屋 就是他的全部 昏暗的房间里 除了一张单人床 一个书架 一台电脑 别无他物 山下不喜欢出门 也没有社交 每天的生活 不是阅读书籍 就是在上网 互联网是他了解 这个世界的唯一途径 在谈及自己折居的原因时 山下将其归因于童年的不幸遭遇 身为一名多动症患者 他在上学时就经常遭到同学的欺凌 而当他向老师求助时 老师非但不曾给予他帮助 还让他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这对他的心理 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创伤 渐渐的 他对身边的人 乃至整个社会都失去了信任 学上加上的是 在长大成人后 山下又遭遇了社会的打击 上个世纪90年代 恰指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时期 就读法律专业的山下 刚从大学毕业 就得面临严峻的就业环境 好不容易找到工作 竞争激烈的职场 又压得他无法喘息 山下本就不擅长社交 与同事相处时 又不得不时刻戴着面具 无法展露真实的自己 这让他倍感压抑 于是干脆放弃了工作 选择家里蹲 逃避虽然可耻 但确实有用 在离开了社会这个大熔炉后 山下感觉自己的生活异常舒适 不用社交 不用内卷 吃穿用度花的全是他的积蓄 一开始 母亲还总是劝他出去找份工作 结婚生子 但在山下30岁后 母亲也放弃了这个念头 她对山下说 现在的社会确实与以往不同了 她会尊重儿子的想法 随着年岁的增长 母亲渐渐患上各种疾病 而山下就负责在家中照料 事实上 母亲的爱与宽容 也时常让她感到愧疚 但人生的轨迹 一旦发生偏离 就很难修正 对于山下而言 追悔往事已经没有了意义 如今更让她操心的是母亲的病情 如果母亲离世 那无疑是一场狂风暴雨 山下平静的生活会被彻底打破 到那时 不善社交又不会工作的她 可能会陷入更糟糕的境地 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点赞 见识君和大家一起看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